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信国小目前仅有邻近学校周边设有单侧人行道 不但空间狭窄 部分路段并没有完整衔接 学童与民众只能走在车道上 显向还生 在立法委员蔡思议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候选人郑文庭 金融市议员陈宜等人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前往视察 了解金融市政府所提出的改善计划 计划内容包括拓宽 振信路 人行道宽度 更新东信国小镇门口既有人行空间与家长接送区等 还将新辟人行道到寿山路 整个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 我们觉得在校门口 我们家长接送区的一个听众环境 是这一次改善的一个亮点跟重点 所以刚刚我们委员 还有我们周文庭议员 也给了很多的一个意见 我想非常好 就是校门口如果能够做适当的一个推缩 那在现在 在门口有一个蛮宽的人行道的一个空间 如果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改善 把它变成是家长的一个接送区 那让整个的一个路口可以变得更宽敞更大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家长还有小朋友的一个安全 还有接送的一个方便性 会有大幅的一个提升 那另外就是从女中上到东兴国小的整个人行的这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我也请规划设计单位要非常这个细致的一个去做设计 特别是我们居民的停车的一个需求 还有这个人行环境的一个拓宽 这个要两者要兼顾 那这一次因为经费比较充足 所以包括像电线 电感 还有包括电信箱等等 我们都可以一併把它做改善 另外在思议员 思维镇及吴化家等人陪同下 年后商也前往视察外木山滨海狼带 这个基隆热门景点因为观望人潮众多 出现人行道拥挤 行走空间不足等问题 基隆市政府也提出相关改善计划 将在外木山后段靠海侧设置全长820公尺 宽3.5公尺的人行及自行车共用步道 并规划在设施带 增设 景观绿带 修气点及街道家具等公设施 整个改善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因为这个案子在111年我担任市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规划设计好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经费 那趁着这一次的整个一个计划 我们整个核定的计划是2400万 那中央补助82% 大概补助2000万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使用率非常高的 这个外木山的冰海的廊大 这一次人本的环境可以把它做进一步的一个改善跟处理 不只是我们当地的居民 还有包括很多来基隆游气的这些游客 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人气环境 然后呢也能够有更好的观光的体验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渔港的范围 那其实是必须要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然后整个串联起来 可以让整个这一个步道更为完善 那当然中央政府的一个经费益助 对于整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假日的时候 有非常多外地来的游客 在这边进行休憩的一个活动 甚至在地的民众几乎天天都在这边运动 因此我们更需要把环境做得更完善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跟我们施委政议员 我们一直都在跟中央来争取 那也很高很高兴 今天我们部长特别来这边视察 那希望能够一起来把这一个环境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两项工程总经费422万元 由中央补助82% 牛昌表示为了优化地方交通及人型环境 中央七年来已经补助金融市39案 预10亿元的经费 今年将接续推动4年400亿的永续提升人型安全计划 西班在中央持续挹注资源下 能够协助各地方政府创造出道路通畅 用路人彼此尊重的友善环境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自爱水第一区管理处人员详细说明加战的自动监控功能 为了解决金融市许多高地社区的供水问题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积极争取下 中央终于在2019年核定高地供水补助方案 让基隆多个社区陆续获得改善 其中总经费2900万元 由中央补助8成居民分担2成的 富度新城社区高地供水改善工程终于完工 加战也赶在农历年前正式启用 230户社区住户不用担心用水问题 大家都有个共同的信仰 希望把富度新城用水的问题能够解决 那世英过去在立法院处理了中央的专案之后 这个专案就是落实在富度新城这个社区 那今天是启用的典礼 230户的住户 未来的用水不用担心会停水 也不用担心停水的时候 包括主委包括官员会 找不到人可以处理 为什么 因为未来有水公司全权来做协助的处理 所以在这个部分非常的高兴 富度新城社区主委回忆 过去曾发生因为漏水造成当期每户水电费增加一千两百元 整个社区共增加二十几万元的离谱情况 因此特别感谢蔡司英委员中山区市议员的帮忙 以及中和里长蔬菜学每日监工 让居民摆脱数十年的梦魇 有一次我们水费电费最大的数字还增加到一户一千两百块 我两百三十户你们就可以算出那一起我们的水电增加了整个社区二十几万 我算一算真的真的太太恐怖了 所以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蔡立伟以及台水 还有我们中山区的议员能够帮我们解决这几十年来的用水问题 由自爱水公司接管后不止稳定供水降低社区漏水度数 富度新城加二站更透过自动化讯号回报监控中心 及时发现提早处理 自爱水公司接管了以后啊 变成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加二站的信号 我们会回传到我们的区管理处的监控中心 那我们的监控中心有24小时的专人的栽轮班 那我们会看各个加二站是否有异常 在民众还没有反应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的监控中心就可以提早发现 那可以提早处理 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张炳钧及郭美秀 也出席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施伟正感谢水公司的帮忙 也提醒水公司注意地势较低住户的供水问题 在这边也是希望如果在水公司遇到我们 富度新城有遇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的可以改善排除 就不要再让住户有这么多困扰 因为大家期盼这么久 我们都希望他们用水可以顺利 除了解决供水问题 富度新城社区连外道路路面重铺 更获得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张炳钧 及郭美秀不分党派的支持 希望能如期在联中发包试作 在整个社区的连外道路的部分 也配合这一次水公司的水管改善完毕之后 那我也非常感谢张炳钧议员跟施伟正议员 他们愿意再协助来做后续的道路铺设的维护 那这个部分已经跟市政府也都谈好了 其实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这条路可能不值得败万 所以现在美秀全面也一直远接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 能让所有的住户有一个快快乐的出门 然后平平安安回家的道路 这是我们所有民意代表所期许的 金钱方面我们也尽量 因为我们取之以民众的纳税金 当然就是一定要回归在当地 所以说之后我们这边如果有任何水的问题 或是说经费不够的地方 尽量跟我们讲 据了解 山海关社区已经完成申请 渴望今年动工 还有农底中国社区也表达争取意愿 蔡世英呼吁其他有高地供水问题的社区 把握机会 紧速向水公司提出改善申请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 进出华星一路的汽机车不但数量多 车速又快 经过立井天下社区外面时 又会跟进出社区的车辆形成交织的状况 社区住户特别是老人家 过个马路更是提心吊胆 这里是位在七堵区有类地区的立井天下社区 因为居民担心社区外面主要道路华星一路 因为行经的汽机车经常车速太快 对进出社区的汽机车和过马路的居民 特别是老人家造成交通安全上的威胁 因为我们立井社区里面的住户 有大概大约有两成左右都是年长的 都超过六七十岁以上的年长者 他们每次有需要进出社区门口的时候 因为这车速经过的车速都非常快 为了保障我们这些年长的住户的安全 我们非常感谢张议员跟萧里长关心 也因此社区主委特地向市议员张耿辉和当地友谊里长消雪反应 张耿辉也立刻邀请市政府交通处科长以及人员办理会刊 预定三月份就会增设两面夜间也会亮光闪烁 减速慢行的警示标志 提醒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时 放慢速度减少意外发生 经过我们立井天下都速度非常快 那为了安全起见 前一阵子经过地方上的反应 里长的反应 广委会的反应 耿辉也迅速的请我们交通驻相关单位来会刊 今天会刊的结果 希望能够在我们立井天下前后段 希望设置我们太阳人的有关的当心行人前有行人 请他们驾驶人员能够减速慢行 不要造成意外事情发生 那同时我们也呼吁我们这边行经 我们立井天下的这些不管是住户行车也好 还是我们经过此地也好的行车的驾驶 希望能够注意到这边行人有在走的安全 不方律丁的管制 因为大家都说一百流流去 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快 也影响这边里面的行的安全 那我们希望张科长能够在这小段的部分 包括立岳山庄整条路 是不是来设置一个警示的标志 慢行 或许是用一个太阳冷的灯 能够让里面一个安全的道路 市议员张耿辉也非常感谢市长谢国良 非常重视市民朋友反映的大小交通安全问题 也让主政下的市政府团队 在协助改善交通问题时 行政效率又好又积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都华纳社区这 这进春 特材区 亚伯都很危险 十多年都很危险都没有红绿灯 如果跟那边的红绿灯这样串远 这样子很好 表示整个社区进出的安全 行车的安全都很棒 所以很感谢张艺言的争取 跟市政府方面的补助 这样子感谢 不啰嗦 谁为社区住户争取更好的交通安全 就感谢谁 特别是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设置红绿灯的问题 这里是七鲁区六鲁二街和弓箭路路口 货柜车等大小车辆来来往往 又刚好是大型社区住户进出的路口 之前许多年来因为没有设置红绿灯管制 社区居民和附近公司董事长都说 这里经常发生车祸意外 虽然民众持续争取 不过多年来一直没有下文 直到市议员张耿辉 邀及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办理会刊 目前已经完成加装红绿灯耗制 也改善了这个路口的安全问题 民众议员 市区人员办理会刊红绿灯车辆 做了准备了准备好 做的对我们公司社区 我们是一个比较保障的事情 最均衡是我们的车较好 交通的改善 有这个红绿灯 对我们车 人 安全都大大的提升 非常感谢有关单位 市议员张耿辉则是非常感谢市长 谢国良的支持和市府团队的高效率 体恤民意 重视交通安全 短时间内就装好这个看似简单 却等了多年的红绿灯耗制 这一任我们谢市长站那以后 他非常重视 尤其在交通处的王处长 积极的督促一下 那也顺利的完成 在未来的话可能也防止一些意外的车祸事件发生 因为这边的话经常我们听我们 林董事长他们上班 经常他的因为办公室就要楼上而已 一碰撞的声音他马上窗户开开 就又发生车祸 一下子没几天又是车祸 不是机车就是汽车 所以这个红绿灯设置以后 对戴湾 不管是我们华尔头天也好 我们这边公司的住户也好 还是行走在这边都非常一个 既有比较安全一点 我想再次的谢谢我们谢市长的团队 张耿辉进一步表示 民众和住户告诉他 这里的红绿灯迟迟不敢设置 是当初主管机关担心 路口和路口之间距离太近 交通尖锋时间恐怕会造成塞车 现在市府交通处 调整前后路口红绿灯 采用联动方式一起绿灯或是一起红灯 此事后并没有发生塞车的情况 却减少了可能发生车祸意外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警方和选委会人员全程监督 看着选票搬运上车 所有选票从基隆市选委会 分别运送到各区公所 全程都有警车在前后借户 这样高规格的运送选票 主要就是确保让选票可以安全的运送到各区公所 到了投票日上午再送到各投开票所 让星期六的选举投票能够顺利进行 而各区公所选务中心人员一大早也出动人力 到基隆市选委会将一箱一箱的选票送上车 全程都以专业严谨的态度来执行任务 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院选举 基隆市选举票的音质 已经在1月8号1月9号2日印制完成 那七区区选务中心在1月10号 自印刷厂点算及包封完成后 在昨日晚间运回基隆市选委会来封存 那在今天上午由七区区选务中心 分批自基隆市选委会将选票来运回 那这次基隆市选委会选票总共音质有 总统及副总统选票有 三千一三十一万两千两百零七张 区域律委部分有三十万三千九百三十九张 平地原住民部分有六千一百二十六张 三地原住民部分有一千零七十九张 而运送选票紧锣密鼓投开票所的设置也不能马虎 其中消防局信二分队有设置一个临时投开票所 选委会上午请厂商到现场组装 在不影响救灾动线的情况下 又能方便民众投票让路过民众觉得很特别 就在消防队里面设置一个投开票所非常的特别 因为本身在消防队它就是一个就是救灾的环境 然后队员们进入就很频繁出入也很频繁 第一次这样看到大部分都是在社区里面 然后第一次在消防队看到觉得很特殊 可惜自己不是在这里 对我是在安乐区那边 那个学会今天早上已经来我们分队来护制 那它只是用它是用几个刻板 有刻出一个那个投开票去 那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同仁的生活空间 跟生活空间 那投票那天有天上 我们会引导民众从后方来进出 总统立委选举星期六就要投票了 各项选务工作积极展开 基隆市选委会也呼吁市民朋友 1月13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下午4点 踊跃出门投下这神圣的一票 为台湾的未来发展贡献心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黄少民 基隆报导 中文 基隆报导 中文 基隆报导 政文婷 跟我一樣出身平凡家庭 他投入立委選舉 不是為了家族立議 2024基隆立委 恆起唯一支持 正問題 每一天 我們從不一樣的地方出發 開始我們不一樣的每一天 我們不一樣 卻都也一樣 一樣勤勞 一樣正直 一樣有愛心 一樣熱心助人 一樣客氣 一樣好客 認真的你 值得選出跟你一樣好的 選一個和你一樣好的人 賴清德 大家好 我是鄭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副二代 我投入選舉 不是為了家族立議 而是為了基隆發展 信賴台灣 基隆啟航 2024立委 恆請支持 鄭文婷 主要這一代公司 謝謝 我們家族立議 下禮拜可 我可以幫我們家大掃一下 一下下就好 真不好吧 請湯喔 顧主聘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將處於15至75萬發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憑故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 及一親戶籍資料證本 大選前一天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和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沛祥 以及基隆市長謝國良 和市議員連恩典 特地一起到暖暖區 博外家園關心長者 受到原方以及長者們的歡迎 開心合影留念 好 謝謝 謝謝 趙少康 林沛祥 以及謝國良等人 也陪同長者們一起享用中餐 趙少康也強調 當選後未來會好好照顧長者們 先了解一下狀況 等到我們將來當選以後一定 會非常重視年長長輩的福利 不管在安養在醫療各方面都會重視 侯友宜市長也說 剛才八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不要八十兩表 七十歲以上的重病也不要八十兩表 可能還會再放寬 然後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就不用交借保費 國家來照顧大家 然後各種長照都會放寬 所以呢 因為台灣現在高齡化 這個情況也越來越顯著 所以我們除了對小朋友要加強照顧 我們對長輩們也要加強照顧 就像我們講的 又不用只能只有勞無老行之老 也謝謝大家 等等我也會跟林議員 跟大家一起用餐 來用餐 來跟高老各位一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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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大家好 悠揚的古真音樂萦繞 讓人陶醉其中 為了讓更多人體驗古真之美 在基隆開設古真音樂教室的周啟恒老師 首度在基隆社區大學的春季班 開設這門養心古真課程 最大特色是將千年古真文化 與養生氣功相結合 讓民眾學習古真也同時養生 我會把我們古真2500多年的文化 還有800多年的養生氣功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 這樣讓每一個來談古真 來學習古真的人 就是不光是有學習到這門樂器 而且就是滋養我們的身體 像我們人活一口氣嘛 那我們在彈奏這個古真過程中 我們不光說是用手指去彈奏 而是用我們這個氣去推動這每一個音 在一呼一吸當中 提升我們身體的能量 讓我們的氣順暢 我們就是說 當我們的人身體氣順暢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比較不會淤堵 這從養生方面也很有幫助 同時也滋養我們的身體五臟六腑 我們的五個手指 彈琴的五個手指剛好是五臟 從小就接觸古真的周祈恆老師 是嫁來台灣的新住民 每當思念家鄉與家人 就透過彈奏古真來抒發心情 因為其實我嫁過來台灣 真的就是除了先生 那就是沒有什麼親戚朋友 那古真一直是我的一個忠實陪伴 那所以也不能常常回家 那對思念家人 就是可以找古真情愫 當家人就是父親走了母親又走了 然後情緒的抒發也都是靠古真 因為有些話不敢跟朋友講 也不想太多的給朋友增加負能量 所以當自己又不想講 或者是又不方便講的話 古真一路以來就是作為 我的心靈的一個陪伴 我覺得未來一直會陪伴到 就是到老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 基隆社區大學春季班課程 將於三月開課 喜愛古真的民眾可把握機會報名 讓古真的月生豐富您的日常生活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吃起來很甘甜 然後冬天吃起來很舒服 全身都暖乎乎的 讓身體暖乎乎的藥腎湯頭 養生又能照顧家人 中山樂林開設食療養生課程 邀請到中醫博士 教大家認識藥材 從食著手 讓學員們印象深刻 他讓我們學到很多中藥的一些理論 還有藥材的功效 而且最重要是說 我們可以馬上來品嘗這一鍋好料 不然之後講 我沒有得吃感覺沒有什麼意義 這樣邊吃邊學 感覺真的不錯 那個香味跟外面真的有不一樣 然後藥材我感覺到很特別 然後老師讓我們邊學邊用 然後所有的功用 然後回去的話 自己做自己需要的調整 藥材可以調整 讓大家吃的都很開心 每堂課都要認識不同的食材與藥材 如何搭配都有學問 教各位同學如何去應用八針湯 藥材裡面我們會再加十粒的蔬菜 那我們會加生薑 因為生薑來講 有時候有些它的主人如果不要燥熱 我們就建議它早加或者不加 那我們這一次也加了地瓜 地瓜它天然的甜跟纖維質 然後去綜合它 講求的我們不做任何調味 也不做任何爆炒也不做 讓你知道所有的食材的一個鮮甜乾美 然後再來就是教大家 把這個養生的概念如何 今天來講一個藥包拿回去 家裡的小孩子如果說它本身來講 滿臉痘痘 那你食物湯就不要用熟滴就用生滴 那如果說像生薑就不要用了 我們就是在教導大家如何把這個食療的概念 帶入你的家庭去保養自己的家人跟自己 我們陳老師呢他是中醫這個博士 在課堂上怎麼樣學會了以後呢 回去還可以煮給家人吃 食當令食原形 透過暖乎乎的藥膳 讓學員們學會食療 進而健康老化 食療養生 在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冷氣設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轉時間 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星期一 多多運動走樓梯 星期二 隨手關燈要貫徹 星期三 衣物日曬自欄杆 星期四 定期保養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 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節電天天試好日 就是它 把它處理掉 電費殺手 幫我處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發現你的冷氣 開得太冷了 剛剛的濾網標 固定清醒 電池 陰氣 洗衣機等等 電池用品沒在用 而且還插頭 隨手關燈等 這些小動作 一定省下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 換你LED 省電 省錢 又一亮 唉唷 真厲害啊